毕贵元的债务风暴还在持续延烧 今天恒大已经在美国申请破产了 大家正担心毕贵元会不会步入到恒大的后尘 股价已经长这个样子了 但是今天传出个最新消息 传的小摩摩根大通 就在最近毕贵元股价持续的破底之际 去抄底他了 好 现在延伸出两个问题 小摩这时候抄底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呢 是料定中国政府一定会出手 不会让他倒趁火打劫还是危机入市 第二个是恒大申请破产了 整个事件大陆的房地产事件 到底是止血点还是新风暴 明翰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先来看到毕贵元的事件 你觉得接下来到底是止血点还是新风暴 好 我觉得很重要 先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不要让大家有点误解 我先跟大家讲 这是港交所公布的数字 就是小摩他真的有买 就如同台湾的证交所公布说 今天下午小摩 他有买超哪一档股票 所以是真的有买 不是市场全的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代表小摩看好 跟那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他只是一个交易券商 应该是说有人透过他的这个捐商 下去大买了毕贵元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不是小摩的态度 有人透过他去买 等于说背后的资金 确实有人进场去买的毕贵元 那你觉得这个友人是趁火打击 还是他就觉得说来救服没事了 危机入市 我个人觉得就目前的角度 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到什么层级的人 其实都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结果 所以你说那这样子 为什么他敢买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毕贵元 我简单来讲用一个角度出发 就像我前两天去演说的时候 他问说到底能不能买 我说你如果今天你有一百万 你拿个两三万来去买毕贵元 他的特色是怎样 就是如果在刚刚提到 他其实在八月初 他的这个债券付不出息 可是他们有一个月的宽限期 等于说到九月初 其实只要付息 其实就会回到原本的状况 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年来 中国很多中小型券商 都玩过这种事情 只是因为规模不够大 市场不想报 就简单来说该复息没复息 拖到一个月 最后时间点又借了钱来还 又没事了 所以毕贵元会不会这样 还是会像上次中国很大 到现在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包含他老板现在是正在烧 他到底钱在最后关键点 能不能凑齐 他自己也不清楚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买 就简单来讲 万一真的月底度 他的钱缴出来了 那你现在买不到一块钱 毕贵元保证喷出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最后如果缴不出来 那你就要如同这个所谓的中国很大一样 就停止交易 所以你现在买的那两三万 他就赌他 对对你要么就是两三倍 要么就是归零 所以你说那他怎么会有那么多资金 当很多人的这个两三个%加总 其实就会导致很大的资金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不要误解说是不是小摩看到 我是不是要跟单 你自己要把握一个原则 你在进场就知道 如果是你押对了 你就有倍数获利 但是压错他会归零 大家要先有这个 所以小摩买他 我们不要去揣测 他到底觉得事情是不是结束了 对对 单纯就是有人口袋很深 我就赌一把 对对对 我们先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关键点 那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个 我个人对这个毕贵元的结论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经济放缓的状况 会持续延续 但是呢 会不会导致很大的风暴 我个人觉得绝对不会 就目前的角度其实看不到 这个系统性风险的这个出现 那简单就复制我们前段在讲半导体 一样就是这复苏的时间往后延一些 但绝对不会说 原本说复苏往后延 就最后变成往下跌了 我个人觉得就目前的角度 其实还看不出这个端倪来 那怎么看 我一开始要告诉大家 利空就是市场会怕的 要告诉大家 重点是在这个规模 他绝对不是次数 因为这一个礼拜发生很多次的这种 所谓中国经济风暴 也都是隐从方式来的 那连续的一个不断的讯息 大家会开始担心 一天发现没事 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 可是我告诉大家 次数真的不重要 重点是在规模 那你会看到新闻 大家一定会讲到 碧桂园是今年中国上半年 交物量第一的这个所谓的建商 那看起来总恐怖了吧 最大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碧桂园是蓝色 中国恒大是红色 这个年营收 确实你可以看到碧桂园 是不是比中国恒大大很多 那是因为他这个已经出市了 在还没出市前 中国恒大其实是比碧桂园大的 所以这是出市之后 出市之后 然后他简单来讲 过去这是老大这是老二 那你现在新闻说 今年上半年这是最大的 对他讲的没错 那个是因为老大已经不见了 他才变老大 包括我们在讲营收 当然大家可以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市值 当年股价涨到哪里市值最大 就像台湾台积电 就是市值之王 所以市值也是代表 一家公司的大小 你也可以看到 在出市之前 中国恒大明显的 比碧桂园要来的大 所以大家有观念 其实就是中国恒大 我们回到两三年前的 你去搜寻新闻 这个才是真正最大的公司 那我这样讲 其实他最大的已经导给你看 对那我现在也是 就是最大的 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最大的 最大导给你看 现在第二大的好像也遥遥欲坠 那这件事情不严重吗 严格来讲 我们当然提到 就是说最大的已经出市之后 那后续也让你度过了一年 看后续的一个变化 那今天来讲 他就宣布在美国宣布破产 那这块来讲 大家看起来好像感觉很恐怖 但是我要告诉他几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来讲 债务他确实是最大 所以严格来讲 大家应该要把心思 就是整个持续研究恒大 其实我觉得 这些比跪远虽然讲很恐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他说上半年亏损五百五十亿人民币 看起来好像很恐怖 我告诉你恒大两年亏损八千多 所以半年五百多 其实还有很大的落差空间 所以我就要一直告诉大家 这事情有没有出现爆发性 到最后变成巨大的风暴 大家不要追错焦点 你后续要看的还是要看这边 并不是这里 新闻面 因为现在才刚发生 不断会在这个身上 但我就一直告诉你 其实这是老二 那这个事件来讲 影响程度绝对不如这里 那他确实债务是他最大的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 比较好的就是 中国的一个部分来讲 看到他这个所谓房地产 曝险金的二十兆 这也是非常恐怖 但是实际上不良贷款率 大概只有四个percent 所以也我个人觉得 也都还在这个可控范围之内 这个意思是说 目前相关的投资金额二十兆 但是钱可能拿不回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先对来讲 对银行 因为毕竟最怕的就是 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 如果下坠 怕的就是银行体系出事 银行体系就是银行 因为都是银行钱 借给这些券商 或者这些建商 或者是购屋的这些人 所以银行是首当其从 但是其实换算的 这个不良率来讲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 那另外呢 这一块来讲 就是告诉他 恒大整个总债务占中国的GDP 两个percent 其实也不是太高 当然一定要可以确认 他的这个经济 一定会受到影响 但是未来应该还可以 维持在四个percent左右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他们家本来的经济 就从这个多年前的十个percent 不断的一直往下 只是这几年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没有处理好 他怕他的下坠速度会过快 但是我自己一直认为 因为他们家不好意思讲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人质的市场 他们如果想要干什么事情 要关了门 硬要做 其实都还是可以做 所以我个人觉得 冲击并不是太大 然后另外就讲 碧桂园来讲 他的所有的房子 都在三四线城市 所以对比我一直告诉他 冲击绝对没有很大大 那所以两个焦点 第一个就是最大的其实已经倒了一年 所以他后续的程序呢 未来碧桂园有可能持续延续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你就算要持续追 焦点要放在这边 不要放在这边身上 好那这件事情 我们再延伸下来 对我们的影响呢 这块来讲 我个人这段时间 我觉得有个很好的现象 从金管会公告 台湾的相关的银行股 踩雷的这状况 远比想象来的低的非常多 几乎都没有什么踩到雷 有一家跟他有借贷关系 然后有五家发了碧桂园的债 但是都是二十二个人去认 但是都是高阶的资产客户 而且总金额也不大 那这一块来讲 其实我个人觉得 也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这几年 他的中国经济不断的下坠 大家有钱都要去投日本 投美国 根本没有人愿意投中国 所以导致这个其实 整个所谓的重商的状况不大 那另外我觉得 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第一大已经倒给你看 第二大也在倒 所以刚刚祝华也提到 如果万一后面 整个股海性全倒会 那不是很恐怖 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所谓的开发者的投资指数 他目前来讲确实还在探低 所以代表了中国的整个房市 应该说建商的部分压力很大 但比较好 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里 就是房价 房价会说话 那房价年增率 你可以看到他经过这接近两年的一个下坠 来到最近 他慢慢的引进来到平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整个中国房市来讲 应该说目前低迷 短时间你绝对不用想像 中国房市会有很大的复苏 但是谷底已经进了 应该是说他是快速下坠 要来到现在是平了 未来也许是L型 但是这种恐慌的状况不会再持续扩散 所以我觉得这整体架构来讲 就中国整个房市后续比较重要的还是回到我刚刚讲 人质市场就是他们的国家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真的出手去做这个所谓的救援的动作 好下一张是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这块来讲就讲到这个我们除了刚刚讲经济层面嘛 就是讲金广惠讲的事情之外 另外一个就讲到大家还是关心台股 那我只能告诉他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我就拿台股美股跟陆股下去做对比 如果你不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把它遮起来 你会发现这两个走势很像 如出一侧 对 这个角度来讲就有点比较乱 那大家可能这个看起来像感受还不太了解 我就用相关系数 我这相关系数来讲是用五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是越线 但是我在跑相关系数是用每天的股市的波动下去跑 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礼拜以来 这个台股持续下跌 到底应该说美股也跌 所以台股也跌 所以你也不知道说到底碧桂元导致这一个多礼拜的一个下跌的压力 占了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拆解 但是绝对不会没有相关 就是这个压力一定在 那可以预期未来一两周 我觉得这个风暴可能还会笼罩 那所以我觉得再下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只是我要告诉大家 回头这样的一个角度就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就过去经验 包含这个中国恒大的就是告诉他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是给你买股票 不是卖股票的 因为其实他修正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因为中国的事件不会导致股市出现长期的下跌 而且我们跟他的相关系数非常低 每一次刚开始他出事的时候 那一两天他重挫我们会跟 第三天他再继续跌 美股反弹我们就跟美股了 所以我是刚刚说他未来到下礼拜也许还在笼罩 如果出现恐慌压回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很好的投资机会 买什么比较安全 这块来讲我们前段讲的 当然很多的这些相关个股 我们就讲一些投资人 如果在这么大动荡 他不想直接买股票的情况下 那我就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买ETF又不用想又安全 而且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觉得哪一个点位好 你就把所有的钱给全部投资 对对对切记切记 因为现在在震荡当中 你可以把你的资金比如说分成五笔或三笔 那有跌的时候就买一笔 然后只要每次市场恐慌出 而且是因为碧桂圆三个字的时候 你就当天就买了一些 我觉得很快 这风暴过了之后就会上 你选了很多都是跟着指数 比如高股息 高股息 高股息 是 高股息 然后跟着指数 或者是现在最夯的ESGD 这一块来讲 我们就简单来讲 我们要告诉大家 你既然要布局ETF 要把握一个原则 一定要有量 你不要去买一些太奇怪的ETF 这些就是市场 目前相对比较夯的这些ETF 那这块来讲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这怎么挑 我个人是觉得 简单而言 你可以看到 这个跌的比较深的 因为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跌深的个股 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因为 这个美国的部分科技类股 正在修正 就修正了很多 看起来本来准备要到底 结果碧桂圆又重极 它又继下去 所以相对比较跌深的这个族群 代表的就是目前受到伤害比较重的 那我告诉大家 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一旦化之后 这些个股反弹的状况 也会相对比较强 OK 所以我们尽量选择 如果你今天个股 这样持续下坠 也会叫你持续摊平 因为ETF我觉得相对风险就比较安全 是这是挑出来 然后他的一个成分股 对那你会看到这些来讲 当然就是半导体电脑 就是主要来讲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美股在科技类股修正 所以他们都有受伤 另外金融股又受到 这个碧桂圆的事件 所以相对来讲 目前的角度来看 这个压力相对比较大的ETF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这个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打压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所谓跌升的ETF 未来他在反弹力道 也会相对比较强 那你会看到他的这个股来讲 其实也是大致上 都是以台湾的电子这些全职股为主 那又刚好回到 刚刚提到的这个议题 如果你现在在这边低阶 下礼拜的这个所谓灰达财报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 未来两周的这个所谓半导体展 这些个股如果未来利多 一出炉的情况下 这些也都是给他们的一个反弹 很好的机会 是 好了解 谢谢明翰先行回座了 不过这一段非常重要的是 我以为小摩去买了碧桂圆 是不是认为这件事情 中国可能会出手有所转还 明翰提醒我说 可能不要做太多的揣测 他很可能只是某一个友人 透过了小摩 希望能够抄底 有一种对赌的心态 这样的解读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不容易这个礼拜 全球股市上冲下息好刺激 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下 过个周末了 但是周末过完 回来下礼拜一 哪一些的关盘重点 正好我们要请您上台来了 下礼拜一 挥达公布财报倒数计时 台股哪些关盘重点 那当然就是有再生息的压力 然后这我们看到就挥达财报 那但是二十四号凌晨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要看一下市场的反应 就是我刚刚讲的重点是汇达本身要涨 不要在那个数字里面陷入一个太多的迷思 那公布后AI的反应 它涨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反攻 然后往AI集中的过程当中 非AI股会有失血 那这就是弱势股能不能刹车 不然的话就市场上变成两套 一个你说一个在当冲 然后另外一个一直往下走 那对大盘本身有没有帮助 二十五号这个地方就开始了 报要演说 这个就是9月的时候升息是不是 这个预期是不是改变 那主要就是这两个地方的看法 那对于大盘指数来讲 当然就是看什么时候能够站回季线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郑华 终于休息了 但是下个礼拜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些新闻 所以今天再做一个小时的功课 请持续锁定稍后十一点半钟的夜星新闻 下礼拜一晚间同一时间 持续锁定前线百分百 我们下礼拜见了